製作人員 謝謝 咱們 pasado 這個張創造人精彩的演講 還有一點點時間我們現場可以互動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客氣 三千 剛剛我們提到那個氣節性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感動 然後我剛從那個通貨公司回來 我同樣國外有一些商店 沒有什麼氣節性的問題 他們說吹辣秋冬都在賣衣服 而且我也都會把它補充 我們一定只有風鮮和風鮮 這個問題是台灣的 其實剛剛我沒有少講的一個部分 台灣的季節 台灣的季節 其實我賣衣服 我的後台 我的消費者 的台灣地區的消費偏部 你知道是哪裡嗎 其實是 台中以北 花東地區其實沒有消費客人 台中以南沒有客人 太熱了 台中地區還算是要打扮 高雄 高雄 台南那些 他們認為這麼熱啊 穿衣服是要死 而且他們的商店真的是 不見得天天冷 那為什麼說 你要說那個 為什麼一整年沒有賣衣服 這是台灣環境的因素的很小 像我們其實有在賣衣服 夏天喔 我們賣涼感衣 從物涼感衣 對 底血簡單說 我們有賣 可是你說一般市面上 店家賣不賣 他不賣 不賣 所以這是一個環境的影響 所以我兩百億 只要我的財賬貨到了 你們就丟出來 賣完就算了 都是限量的 因為 國外也不一定有限制的貨 所以我覺得 您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環境的影響 到目前社會上 夏天就是補充 等等 其實夏天啊 大家都會把寵物的毛剃光 光溜溜的由頭 其實這樣是不好的 因為 狗狗會有個新獅蟲的問題 那是蚊子釘才會有 蚊子喔 你把毛剃掉蚊子直接就釘到了 對 新獅蟲就來了 那你不能怪誰 是你的問題 市族本身的問題 所以當你如果 當市族本身如果說 真的需要把毛剃掉 你們就會建議他買個涼感 你又幹嘛 出去遛狗 可以保護他的皮膚 這是最基本的 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 就是你的 寵物衣服的行業 跟競爭者還蠻多的 那我比較說 您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您的網站 或是您的其他的賣場 可以抬在 就是雅虎波市 Google的前面 就前一二月的方式是誰 有沒有用過優化這個部分 你有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怎麼去排到第一頁 其實我沒有買優化 我可以坦白說 我其他的品牌有買優化 為什麼 因為那競爭太激烈 但我口有沒有做優化 是因為第一年 我的GAR 頂級率其實是爆表的 它很 我一開始創立這網站的時候 我甚至不在前十頁 可是我那時候十月創立這網站 我十二月看 我已經在前十頁 代表說我的頂級率 就去Google的瀏覽器 有吸進去 而且是真實的 那我透過GA這套系統 看到我的瀏覽量 有一直在成長 其實我就有信心 它可以衝到第一頁 然後再來加上媒體的曝光 加上等於 其實你如果了解搜尋 其他的作業模式 你真的很容易拿到第一頁 所以這個品牌 我是沒有去做任何的 付費的動作 但是我其他有 但我有失敗的品牌 我不會只有這個 我還有其他品牌 也是同名的 類似名字 但不是狗子 是貓的鼠的一個 那個我也有失敗的 因為那個族群不買到 那狗衣剛好就是 我們說那個季節的部分 其實搜尋其他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你的 好戰的活躍度 他們後台的系統 你只要在某一個階段的活躍度 達到他們一個標準 你就一直往前衝 所以我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是在第二頁活躍 然後再來第三年 我就在第一頁 下半步 其實只要在第一頁 我就滿足了 那後來就是自然成長 自然成長 所以這一段的部分 我覺得是議題對的 然後消費者搜尋對的 點擊率也到了 他就當一個人 我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這個每個月 在月底的最後一個禮拜的禮拜五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講座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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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